好 大家午安來關心 我們透過雷達回波圖來看看 現在水氣震漸在增加 因為這一波封面 剛好就在臺灣的北部 最接近的時間就落在明天 因此現在基本上北部沿海 下半天開始有一些水氣要飄進來了 不過真正下雨的時間點 就會從今天深夜到明天的白天 這一波封面 主要就是由西邊往東邊來移動 因此主要的影響範圍 我們下一張定量降水圖來看看 今天深夜開始有感覺 剛剛看到從西北往東南 因此包括了整個沿海地方 中部以北陸續開始會轉為游雨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雨是會來的比較明顯 但是最劇烈的時間點 就落在明天的中午左右 從上午到下午兩點 包括了整個中部以北 再加上東半部 尤其除了逐步陣雨 再加上這個封面 局部的對流要小心強風跟陣雨 會比較明顯的雷陣雨 短一時的強降雨都要特別小心 一路這個封面往東邊過去 下半天開始 東半部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區 還是持續有短暫降雨的機會 要等到禮拜五 雨是才會稍微比較明顯的減緩 而在溫度的部分 今天北台灣也都熱到了30到32度 明天受到封面的影響 雖然不會感覺到冷 但是溫度稍稍降個2度 來到28度 等到禮拜五封面過境 高溫又慢慢的回升 那麼陽光再露臉 中南部基本上影響不大 封面因為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感覺風勢稍微增強一點點 雲量增多 主要在山區會有一些午後雷陣雨 溫度的部分明天還是維持在32到34度 那麼等到封面過境 禮拜五甚至從週末開始 南部更有機會來到35度 但是今天主要在台東就飆到了37度 因為位置還被封面 未來一整週簡單來說 今天當然相對的來得比較穩定 高溫有些地方南部來到36度 明天就是封面影響最激烈 再次提醒 包括了中部以北 局部的雷陣雨 午後呢在山區也可能要防止 劇烈天氣 而這波的雨勢要等到禮拜五 隨區漸緩才會逐漸穩定 以上是這一節的準氣效